房价涨势不停 作为房价凹陷区的深坑区 宁静老街的社区也出现了 十年来第一次的单评五字头交易 这个社区是深坑目前最新的城屋 最新市价揭露 三楼户以1275万元成交 全壮约25平 换算单价50万元 涨幅高达35% 上回深坑占上五字头 已经是十年前的多头 指标豪宅单价曾逼近六字头 但近年跌到剩下约45万 它是五年的新房子 比较小坪数 它里面大概都是两房的 走路三到五分钟就会到 包括区公所 农会 农会超市 这一波的房价整体水准拉上来之后 尤其是新岸温山区都出现 单价百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很容易产生比较效应 布置邻居温山冲百万大关 新北永和 新店三重 预售新岸都站稳九字头 连带影响深坑 涨势越来越凶猛 屋龄20年内的电梯大楼 行情都往四字头冲 深坑它是距离台北市非常的近 所有的行政区域都大概开车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以内一定会到 那每天来往各个捷运站 市中心的公车 大概有超过十个路线 早期是被低估的一个行情 那现在其实是补涨 不是远的要命王国 而是都市近郊 深坑交通的便利性 加上相较淡黄区 较为清新的价格 让年轻购物组愿意买单 只是随着整体房价走扬 但可缺的价格恐怕难以保持香甜 三里旋章挺向李家倩新闻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